来路不明的河豚肉千万不要尝试 来看到是桃园县龟山的这名富人 她是向流动摊贩买鱼 当时鱼饭有推销河豚肉 还说这种鱼煮汤最好吃 富人因此买回家 当天晚上也煮来给一家三口吃 结果没有想到之后 立刻出现了嘴巴和双手发麻的中毒症状 紧急送医才知道吃的就是有毒的河豚肉 滚烫的日式火锅 再汆烫一片片透彻的河豚肉 冬天里来上这一锅真的让人暖乎乎 但美味香甜的河豚肉因为有毒 可是要经过专业厨师处理过 才可以下肚 桃园龟山一名富人 前天看到有鱼饭再卖鱼 看到鱼饭大声的叫卖推销 只说这种鱼肉拿来煮味增汤最好吃了 富人也就买了几条鱼 没想到晚上一家三口都出现中毒症状 它内脏的毒线 就跟我们人一样 它有那个分泌物有没有 河豚毒是神经毒 毒素都集中在内脏 没处理好吃下肚会有唇舌 手脚麻痹呕吐的现象 严重的话会有抽搐 最后可能会呼吸衰竭死亡 因为那些来路贵民的河豚来讲的话 它第一个有没有新鲜 我们也不晓得 那这方面如果说我们要 真的要吃河豚的话 我们就是要去找一些 比较专门的海鲜摊 河豚在日本必须有执照 才可以处理 但在台湾并没有管制 一般只有在日本料理 才会用到的食材 现在却沦为流动 摊饭兜售 还不主动说明 卖的是有毒河豚肉 虽然没有吃出人命 但是卫生局已经要查 找出这摊不负责的鱼肉饭 终于新闻 黄祖华 桃眼报道